我的感情史真的是很少的那種 而且一談都很久 因為我通常是會選擇就是 只要不要太過分 我就會一人再人 因為我是一個在感情上面 非常傳統的女性 妳最長時間交往多久 十... 15年 對 這人才有1分之1的時間 後來就沒有走下去 離婚了 對 我初戀就離婚 就結婚 離婚這樣 今天方便說這個 沒有再不斷念 可以 好 我要尊重 我沒有再不斷念 我坦蕩蕩 我不浪蕩蕩 那是初戀開始的這一段 不是 我是要想另外一段 其實我發現就是有很多男生 他們也並不是故意要亂花心 可是真的就像黑人 剛剛所演繹的那樣 就是很難接受那個誘惑 那我有一個 洞未調 對 洞未調 就是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其實非常瘋狂的愛著我 我跟他也交往了將近快十年 然後他就非常非常的瘋狂 瘋狂到他會希望就是 這樣子的不行 一定要穿到這裡 衣服一定要穿到這裡 戰友慾很強 非常強 然後我不只不能跟男生講電話 我甚至跟女生講電話 講超過半個小時 他都會翻臉的那種 對 他控制妳 非常愛我 然後控制我到希望就是我 人生就是只有屬於他一個 那在這麼愛我的情況之下 他還可以偷吃 對 還可以偷吃 因為對方女生也是一個 極靜溫柔體貼 妳是溫柔的嗎 在當時不是 不是 不是 我是說從剛剛一路站起來 妳好像變老 我在當時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沒有溫柔 我是跟他分手之後 後來再交的男朋友 我才開始變溫柔 對 然後你知道就是那時候 他就偷吃了一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人前人後的一個女生 那本來他偷吃技巧很好 所以我完全沒有發現 結果就有一天我就想說 就是兩個人感情還很好 農情蜜意 而且我們就是 剛好又歷經一段分手 然後又重新複合 那感情甜如蜜的 那結果我就突然間接到了 一個女孩子傳訊息來 這個女孩子其實我原本有認識 然後就他傳訊息來就說 我想要問一下妳跟妳男朋友 最近好嗎 然後他就說 他跟我男朋友就是有交往 在我們分手那段時間有交往 那我就覺得說OK啊 因為我們分開了 所以男生要交往別人 那也很正常 重點是他打給妳這個動情 對 居心何在 他就是希望可以讓我 就是死的這條心 然後跟我男朋友再分手 然後讓他們誘惑 他喜歡的妳男朋友 對 因為他就在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的時候 他們是有交往的 但是我就想說 你們都分手了 那我跟妳復合也沒 我也不是第三者 我們都是一個很正常的關係 那結果後來 這個女生就告訴我說 沒有 她其實到現在 都還在找我 就是一直跟我 傳簡訊跟我說 她跟妳在一起 只是為了要報復妳 當初跟她分手 然後只是希望說 就是要整妳 要報復妳 但是她最愛的還是我 然後她一直叫我等她 她等於跟你嗆聲 是 她是很溫柔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因為她也是處於一個受害者 而且她說 因為妳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我不想傷害妳 我說其實我覺得 妳也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可是我不能只相信 妳的片面之詞 真的 好理智 對 我就非常理智 一把女生聽到這邊就瘋了 對啊 會抓狂 會啊 妳姊姊有年紀了 該要沉澱的都沉澱了 對 歷經公雙 沒有公雙 是年紀歲月的累積 一些經驗累積這樣 對 然後後來 她就被我這樣引誘引誘著 她真的就截圖給我看 她跟我男朋友所有的對話 對 就截圖給我看 然後我就一看 她講的都是真的 可是妳看了不是更傷 很傷 但是我很理智 然後她就一直逼問我 我說那妳要不要跟她分手 我就說這是我跟她的事 我就一直不願意給她 我這邊的答案 但我一直建議她 妳跟她問題 妳們應該要好好解決 她就一直是非常 我告訴妳 這就是一個成熟的女人 在解決問題時候的態度 所以不能用情緒來解決事情 當妳情緒擺在處理事情 前面的時候妳就輸了 妳就說謝震武上身 然後說這就是妳跟她的事 這就是妳跟她的事 要用髮條來 對 然後後來她就一直強迫我 就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我就覺得說好 我就是要妳這種態度 我就要看到妳歇斯底里 然後好像開始失控 我就說那這樣好了 我再找個機會 我們一起三方對峙 結果當天晚上我男朋友來找我 然後我就漫不經心 跟她提起這件事 她又一直否認 我就開始傳LINE的圖片給她 她就坐在我旁邊 但我不手機直接拿給她 是因為我不讓她刪我的訊息 我直接把我這個女生收給 傳給我的截圖 直接用LINE 傳給我旁邊的男朋友 讓她死無對證 然後後來她又一直不承認 我就問她說 最重要的是一個問題 你們發生關係沒有 男生說沒有 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 就是我對妳很愛 我很愛妳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界線我還跨不過去 我真的就只是一個 感情上跟她的糾葛 我說那這樣嗎 我就開始手機拿起來 就立刻打LINE給這個女生 然後開擴音 然後我男朋友就立刻想逃 抓著她 我二話不說我就說 親愛的 我現在男朋友在旁邊 我們直接來對話吧 妳不是說希望三方對職嗎 我說她說 妳們兩個沒有上床 然後女生就 什麼 怎麼可能 她怎麼可以這樣講 然後她就把幾月幾號 大概幾點的時候 在男生家哪一個地方 做了這件事情 整個講出來 她還做筆記 我們幾月幾號 對啊 女生也是有備而來 對 所以呢 只是她技術沒有妳純熟 因為她年紀沒有 我爭 結果結論是 結論是 不能跟妳開玩笑 為什麼 交往的時候 她很狠 這一招 我可以開玩笑 不是 我說 那個感情上面 你開玩笑看起來 當然 不要做對不起她的事 因為男生這樣 也沒辦法跟妳繼續交往下去 所以我也沒有打算 要跟她繼續交往 就是當我決定 我要甩了妳這個人的時候 妳要羞辱到靈魂都受傷 誰叫她自己不承認 她如果承認的話 我就很乾脆的就 好 沒關係 祝福妳們 可是妳就硬要騙我 我只好證據都呈給妳 我要讓妳 沒有任何理由 再回頭來跟我講說 對不起 我真的還是愛妳 這要對付這種新姬女 最好的辦法 我們幫大家整理 整理一下 小三想讓鄭公哭 鄭公就讓 小三崩潰 這是最好的環境 妳剛剛做了一個完美的示範 沒錯 要哭就躲在別屋裡 自己哭 其實還是會難過 但是妳當下要冷靜去 不可以 而且妳不可以在別人面前示弱 尤其是這個對象 對 沒錯 要穩住 但妳看我現在多好 對 現在還是狀態很高 重點是妳看 我把這個不適合的人甩了 然後他們兩個也沒辦法在一起 對 他們永遠會有一個疙瘩在 非常的疙瘩 這一招也是要學習 我取雞皮疙瘩 要穩住 當下那個心理狀態是關鍵 要穩住 妳如果跟他 在電話那頭就吵起來的話 後面就沒事 絕對不能哭鬧 也不能怎麼樣 沒錯 學到了吧 剛剛是姐姐的處理床 謝謝姐姐